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刚才问了现场的观众 我来问问三位 就是听说过司马光杂纲的请举手 你看 跟大家一样 然后就是认为司马光杂纲这个故事 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正确 完完全全符合历史的请举手 就认为这是百分之百正确 要说明一下 因为小学的教科书里就有这段故事 书本上的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随着这个 置身于这个搞文物这个行当以来 有很多历史故事的需要推销 因为有些文献的记载 被演绎成文学作品以后 有些东西就夸大化 你比如说钢还是瓮 能不能烧出钢 他为什么要爬这钢 等等等等 所以这就是学者的质疑 你看 刚才三位都说了 这故事听说过 我第一个问题先问问关先生 关先生我知道从小是在牧区长大的 对 农村牧区 对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没说 特别亲切 所以这一小孩他怎么能掉在这钢里 这种事过去在我们家乡还真有发生过 您到旁边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注意看我们现在还原现场 这个钢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没有 在牧区没有自来水 都是拿水车拉水或者挑水 挑水把水注到钢里头 这活我都干了 放好几天 这钢的往往有的比这还要大 可以乘石淡水能放好几天 小孩呢 尤其四五岁的小孩 有时候弄个小板凳 站到上面 然后呢他有时候喝水啊 够不着脑袋冲下 他爬这儿还有个小孩好奇 用它来这水面上照镜子 对 照脸 所以呢 一不小心脚一蹬空脑袋冲下栽到钢里 这下就麻烦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麻烦了 栽上去以后水一枪就很容易 只能看见腿在外面蹬 很容易就是说溺水 所以 所以 同民的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 认为司马光砸钢 起码这个事件 小孩掉进去这个事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是追寻还原历史 第一 这个故事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救人的 一个是被救的 掉进去这个有可能的 对 但是呢 春城老师 刚才海森老师讲这个 让我们明确了两件事 第一个 就是钢是装水用的 对 这个装了水之后能干什么呢 能照镜子 又能养鱼 引起小朋友足够的兴趣 往这一扒钢牙 扑通一下 头冲下 大头冲下 出事了 你看 这是根据司马光砸钢的故事 演绎的雕塑 大家注意到没有 看这个水钢 是不是个头特别大 所以这个故事有个前提 就是得必须有一口特别大的钢 这还才能掉进去 有人就提出过质疑 春城老师 说从文物的角度 说宋代那时候 烧不了那么大的钢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亲眼看到 宋代摇指中 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钢 或者宋代居民生活中 生活遗址当中 出现一个钢 我没有见到 这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钢不是磁器 它不属于磁器范畴 它又不是陶器 它不属于陶器范畴 介乎于陶和磁之间的 叫石器 一个火子盘 一个石头的石 这石器呢 就是什么呢 耐磕耐碰 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么一说更奇怪了 就是有可能 芝麻光做了砸的这个动作 但是砸的呢不是钢 我们大家都流传的 叫司马光砸钢 对 这个故事 是在这个光绪年间 那个时候印的那个 应该就像咱们今天 那个小学国文课本的 那种意思 就是绘声绘色地 讲了司马光砸钢的故事 那又因为司马光砸钢 这里边把小孩的这种激情 还有这个 对小孩这种教育意义 烧带脚 可能也让小孩注意安全 对 所以这个故事 一旦出来之后 就变得家有国小 妇孺皆知 但是就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在这种地方呢 《宋史》里边 是非常清晰地 记载这件事情的 那么《宋史》是原人写的 中间相隔的年代不太远 另外除了《正史》之外呢 就是在这个 他同代人的这个笔记里面 也有 就是师僧惠弘的 这个冷斋夜话 但是《正史》里边 记得也好 还有这个 他的同代人 这个惠弘记得也好 都说是《瓮》 司马光砸《瓮》 《瓮》跟钢 它是有区别的 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钢 那边那个呢 这个是钢 看直臂 长口 大口的是钢 那个像个坛子 收起来的 小口的 大肚子的 叫《瓮》 但是你想 要是一个七岁的 要是一小朋友 爬到这上头栽进去 这也下不去 当然这个瓮呢 是从民国到现代 就是一直到五十年代 这是江浙一代 就是那酒厂 三百斤 五百斤 那酒厂的酒坛子 他酒窖里放很多坛子 酒瓮 并不是所有的瓮 口都这么小的 咱们典型的 咱们知道 唐代那个 请君入瓮的那个典户 周兴和莱俊臣 是武则天那个时候 两个非常有名的酷吏了 周兴呢 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以后 结果这个朝廷 对他议论非常多 民间痛恨他的人也不少 这个时候呢 就武则天就决定 把他给处理掉 怎么能让他服呢 莱俊臣故意 跟周兴请教一下 你说要有一个人 我让他招他也不招 你说咱该用什么法 周兴就说 那好办呢 弄个大瓮 底下加上火 烤热了 请他到里边去 让他招什么 他就招什么 结果这个时候 莱俊臣就起来了 好吧 现在就请您到这里边去 请君入瓮 所以按照你这个说法的话 按照这个历史的说法的话 这么小的口 肯定是进不去人的 对对对 得是那边 口要差大一点 那种大口 逃瓮 对 其实瓮呢 就是有小口有大口 形式不一样 刚呢 有直臂有斜臂 也就是底下小一点 上边大一点 但是钢一定是厂口 对 那么瓮呢 无论大小一定是收口 说到这个瓮 春城老师 瓮这种形质 我们看 好像历朝历代 变化不是很大 而且很古朴 对 这个瓮最早出现 据您的研究在什么时候 瓮就比较早了 早期的这个陶器啊 有时候我们起名呢 叫尊啊 叫什么 实际上它和后来的瓮 都相似 现在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上的这个瓮 它不但非常漂亮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作 文明的曙光 你看 有那个像眼睛一圈一圈的 那个会是什么呢 水波纹 漩涡 水波纹和漩涡 所以这里边是装什么呢 装水的 是先民们用来装水的 真的是漩涡纹 而且漩涡纹 下面你看那个 上面好像还有 那个鱼鳍一样的 那个是什么 鱼 是吧 这个瓮呢 高度是46公分 那可真不小 它是中国的彩陶王 彩陶王 因为它气形大 它就成为王 第二是因为它画得非常精彩 对 也成之为王 刚才大家看了 漩涡纹 这种漩涡纹是彩陶文化中 马家瑶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特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仅有漩涡纹 而且这个漩涡纹呢 似乎在串联在一起 一个漩涡 挨着一个漩涡 象征着那个水流的 那个湍急那种感觉 非常有生活感 对 而且呢 大漩涡套着小漩涡 没错 那么在漩涡当中 似乎有鱼 还有水枣 上面的水波纹呢 又有一段花 哦 花符 就花这个随着水波纹 在漂浮着 绘画的意境非常到位 在黄河这个文化的摇篮中 诞生的一个璀璨的明珠 这件器物很重要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件 到目前为止 中国历史上出土的 最大的一个 最值钱的大瓮 大家知道是哪儿吗 陕西西安荷家村教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专门有一个馆 是存的这个荷家村教藏 就是两个大瓮里面 出来的这个文物 上千件 最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文物人员 把这个教藏打开以后 把它一件一件取出来 然后放不回去了 就它放的时候 是特别讲究的 两个大瓮出土了 一千多件东西 光金银器二百五十三件 对 剑剑精品 剑剑是 无与伦比 爱无与伦比 到目前为止 任何一个教藏 没有它封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西安 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参观 但是春城老师 你看那个瓮跟这个钢 其实它要放到钢里边 更方便 更好放 它为什么那个主人 就急急忙忙 战乱都来了 它还把那些东西 都放到瓮里边呢 更安全 口小 扎紧之后 上面盖上盖子 埋在地下 形成了一个 良好的小环境 和空气格局 土 对它没有任何侵蚀 这种瓮藏呢 应该来讲 是当时最科学的办法 另外你看 我们讲到了 这么多的功用 我们的古人的智慧 是非常非常高的 韩老师 进水楼台 先得瓮 我们不妨请他 再敲一敲 大家听听 这个瓮里传来的声音 要干什么呢 大家仔细听 声音啊 听到没 你再拍 我在这 你看 什么声音 确实是嗡嗡的 能干什么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能干什么 来 关先生 给大家解释一下 叫听问 听 听问 有这么说 就是有这么个词 好多听问 听问 这个问的 还有个用途就是啥呢 最早在军事上用的 窃听器 窃听器 它是怎么用呢 一般守城的人呢 在这个城墙的拐角的地下 要挖几米 把这个问呢 埋到里头 特别有时候还要派那个盲人 盲人的听觉比较 就是灵敏 就这儿听 当远处的骑兵来的时候呢 大地就会震动 问他一个空腔 他把声波收集起来 放大 听到哪里有声音呢 可以派兵去那儿 就是攻打他 了不起 了不起 好 我们的古人从 盛水器 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功用 感受到的是我们古人 惊为天人一般的 超凡的智慧和美 我们先掌声送给 关海森先生 谢谢 好